其实那那场戏当然是有一个武术指导老师在 就是教我怎么样把他给摔过去 真的摔了他好多遍 不太敢惹他了 表面甜美其实 我们两个就是每天跟着玛丽姐乔山哥 看他们两个怎么对戏 怎么去聊角色设计剧本 可能每天收工后也会带着我们两个 就是去到处吃吃喝喝玩玩 就像一家四口相处 其实就是像敬意说我们就是四个人 就是天天的开开心心的 每天在片场就非常乐快 一见钟情 开片热不对也不对 一见钟情再 一见声情 应该都相信吧 对都相信 我问她了 她问我在干嘛 说带着我上红塔 今天红塔你怎么没来 她说她在忙别的工作 我说那行 带你上红塔 我说你选一张照片 然后她说哪张照片好看 我就给问她一张 她就说自己挑挑一张 你觉得好看吗 然后我就说那这张 然后我就说选一个这张 我觉得还是要看感觉吧 也没有说一定说是哪个类型 其实我在之前不认识玛丽姐 然后其实你一般都是看到 她在荧幕中的形象 然后能跟她合作 当然首先觉得非常的 有种不真实感 但是一开始会以为 她会不会是那种 还挺凶的姐姐的 结果她其实特别的亲切 然后也特别的 就是你一下子就能跟她熟悉 她也会很照顾人 她真的就会像妈妈 像姐姐一样 就诚诚啊静怡啊 就是都照顾我 其实那那场戏 当然是有一个武术指导老师在 就是教我怎么样 把她给摔过去 就是演被摔的那个老师 也很配合我 真的摔了她好多遍 不太敢惹她了 表面甜美其实 我这样子就可能会是 我怎么做的 可能就是你 我怎么做的 就像你 表面是没有办法一点